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 身邊的小夥伴不時不刻不和手機在一起 不管是在吃飯 補助館 甚至 走在街上 如果明天我一天不用手機會怎麼樣 你怎麼才來啊 不是給你發短信了嗎 咱提前一小時開會 給你發短信不回 打電話不接 你靠不靠譜啊你 我們都已經把project寫完了 這25%你也別要了 咱撤 撤 中午吃什麼 隨你 餐車 那邊 我沒有了 我最喜歡的 你也會想要 我只能吃到 你自己的嘴巴 靠地 我再做一下 你不想要 你鬆一下 你搬 你賺到 在这儿等着呢 这是 我又给你打电话 又给你发短信 说我们直接在饭店见 我等了你一个小时 你就这么给我庆祝生日是吧 手机又没电了是吗 我问你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这次是没带 你手机给我 我真的没带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我们完了 我这次是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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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是没带